2017年4月5日 在习近平访美之际 麻雀行动参与者马永田、杨海涵、宁宪华、张伟学与孙元鹏 拦截了习近平车队并试图递交上访信件 一直跟随并协助他们的公民力量职工Daniel Kong 在现场记录了当时的影像 到达抗议现场不久 这五位访民随即被中方工作人员跟踪骚扰 别拍我啊 这是在公民 你正在跟随着人 你正在跟随着人 不,我可以在公民拍摄 如果你触摸我 你触摸我 这是在公民 你正在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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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触摸我 嘿嘿嘿 不要触摸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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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触摸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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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公民 你们就不能拍 其中 马永田女士被两位中方工作人员 美国特勤局保镖 以及三位防暴警察 严密监视 部分中方工作人员 对马永田的遭遇 表示同情和无奈 但这位身着绿色上衣的中方工作人员 不仅对访民进行言语侮辱 甚至企图肢体干扰 我们希望广大网友 可以帮忙人肉此人 以示警告 在他辱骂访民之后 马永田女士 对他进行了道德教育 小伙子 工作可以干 但你主要不要锁 嘴下有点冷 留下三分鸭子孙 对啊 留点子生饭啊 这辈子你觉得你很好 下辈子怎么样呢 你的儿女又怎么样呢 你孙子又怎么样呢 哦 怎么真的太阳总统在你家呢 可能吗 可能吗 周永康怎么样 比你阳光多了 对啊 你试着也不如周永康一个啊 你试着也不如周永康一个啊 其才会呢 解决是怎么样的解决啊 你试着灯啊 阳光总终在你们家 就你说这句话 你们家马上就按灯 你们家马上就倒大名 对啊 工作可以干 嘴下要留德 分寸要掌握好 不错 不错 明白了 这是做人 有点德行 听到吧 习近平车队临近时 三位警察和两位中方工作人员 把马永田控制了起来 公民力量的Daniel Gong质问警察 依照哪条法律 对马永田进行强制控制 警察没有回答 不坚持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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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你们想要做呢 什么你们想要做呢 她不会过走 她不是往前走 為什麼你們在做什麼? 這是一個捕捉嗎? 這是一個捕捉嗎? 她不是往前走 她不是往前走 為什麼你們在阻止她? 什麼原因? 她不是往前走 什麼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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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不是往前走 什麼原因? 她不是往前走 這是一個法律的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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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不能往前走 對 她不是往前走 她是對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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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不是往前走 他要盡管 原调络 不准备这个 我为了拍摄警绩 sola 此時 當地警察對一位騷擾抗議人群的中方工作人員予以了口頭警告 在習近平車隊到達前幾分鐘 幾十輛警方摩托車在馬永田女士面前排成了車牆 這時 習近平的車隊駛過 進入下榻酒店 席經fallen的!席經 dau�!席經停!席經比!席經兵!席經平!席經浪!席經緝!席經理!席經緒!席經理!喔頂多!席經緣!席經理!席經緣!席經理! 席經理! 中国政府抢了民 还我们家人 还我们家人 习近平 还我们家人 习近平 还我们家人 习近平 还我们家人 此时 马永田没有机会递交上访信件 但在下午五时许 当习近平车队赶往川普的马阿拉哥中原时 马永田一心无人 成功拦截了习近平车队 几个几,几个几 set 几个几,几个几,几个几 见解 。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马永田女士和其他三位防民因此被捕 公民力量的Daniel公跟随防民一起到达警察指挥中心予以协助 警察临时的指挥中心就设在习近平下榻酒店的旁边 现在马永田他们还被抓在那里 事情发生后公民力量启动了法律救援行动 要去赶紧找律师 最后被关押的三位防民连夜被释放 马永田女士拦截习近平车辆的视频公布后 很多网友问究竟什么原因让马永田女士不顾一切的上访 以下是她的故事 告诉他们我们发生了什么事跟警察说 虽然说不解决问题也出了气 所以她想告诉你什么事跟她的事 我是中国吉林省唐春市的 我是中国吉林省唐春市的 我从中国吉林省唐春市的唐春市的唐春市 政府把我家的房子推倒 政府把她的房子押了 她的房子押了她的房子 我的母亲当时脑出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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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孩子一岁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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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们连打再拖 弄到大街上 他们被打碰到我的孩子 然后把我的房子推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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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被她毁大房子 然后围着我的房子四位圈 放电炮 祝贺 and they put firecrackers around the house to celebrate in 2002 I won the case against the government in the court and in 2003 the one who demolished her house amended that they did wrong but they refused for any compensation and they have no place to stay and they arrested me putting me in prison when my kid was 6 years old and put into the black jail together with me in 2015 I stopped the motorcade of President Xi's visit in Washington D.C. I have a permanent resident status I tried to get my husband and my kid from China to come to America and the police bureau have house arrested my husband and my kid not letting them leave in China because I already wrote a letter to the local province leader for 16 years not a one cent of compensation when I asked for it they beat me they arrest me and put me in prison and put me in education center so I have no other choice but to stop Xi Jinping's car to give him the letter my petition letter no violence just to ask for my property you can search me you can search me I have no violence i hope in the free world in America you can help me to find justice buyou tong ta man ju zhou weini i man lili jie wome ziyi qun r hi hope you can understand the group of us wome men yo de jiao we have no home many yo de iqian i man wiene yan 习近平要我们的家 我们要求习近平的家 中国共产党全出的财产回给我们